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幅上涨 目前报价1555美金 澳元对美元指数是0.69伏进徘徊 震荡 比特币大幅上涨 目前是报价8840美金 最近我们知道澳洲的大火终于在今天 澳洲和昨天 今天墨尔本是下了一场大雨 终于火势是有所减缓 那么在这段时间里面 其实我们在金融市场上也是看到了很多 直接是来自于这件事情的一些反馈 包括Quantus股价是从12月徘徊在7块3附近 但是在大火之后 尤其是上周 跌破了7块钱澳币的一个整数关口 目前报价最低是到达6块7附近 接近跌幅最高10% 那么Quantus也是很明显受到了墨尔本和悉尼 这样大火的一个影响 导致了旅游或者是航空事业 这些行业受到了一定的短期影响 那么除此之外呢 我们要讲到的是一家农业的股票 叫做ELD 昨天和前天的股价表现非常不错 上涨了接近15% 从6块2的价格涨到了最高是7块2 接近1块钱 也是在短短两三天的时间里发生的 那么农业呢 其实是受大火影响比较直接的一个行业 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大火产生的时候 它会对空气对水源造成因应的污染 并且呢 它会产生一定的干旱 那么如果是大家要救火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呢 会有很多的化学成分 就会化学湿剂啊 就沉淀在土壤或者水源里面 那么我们知道空气呢 如果有雾霾 可能短期就消失了 消散了 虽然大家这段时间也会发现有很多的商人 开始卖这个SAM的口罩 但是呢 毕竟空气污染啊 或者是空气指数比较差 我们坚持几天下场雨就好了 但是呢 河水问题啊 灌溉的用水问题和土地 土壤问题里面 如果受到了一定的污染 那么这个时间啊 可能跨度就会比较久一些 因此呢 ELD作为一家农产品的公司啊 它最近也是受到了一定的青睐 股价上涨幅度比较大 所以呢 在金融市场的时候呢 我们会发现不管是政治层面 还是其他啊 突发事件 新闻 这些只要爆出来的 我们大家知道的 那么资本呢 自然就会在短期内 对它产生一定的解读 并且呢 顺势做出相应的一些判断 并且呢 价格会产生一定的波动 那么如果我们能够知道 每一条新闻最后呢 能够带来什么样的结局 它会产生怎样一个关联性 我们做不到消息一出来 马上反应进去买第一个受到影响的产品 但是呢 我们可以举一反三 产生联想 想一下它相关的一些行业 股票不行 还有期货 期货不行 还有其他的金融衍生品 那么昨天晚上呢 中美贸易协定也是签订初步达成 那么除此之外呢 伊拉克也是继续美军基地收到了两枚火箭弹的一个袭击 所以这两件事情叠加在一起呢 黄金价格是可上可下 所以说目前的价格也是比较尴尬 1555美金附近 虽然呢 中美在过去这几个月的时间里面 一直为谈判做出不懈的努力 并且呢 中国也决定购买大量的美国产品 包括农产品 除此之外呢 我们也知道啊 这个消息呢 其实对中国的股市 还是有一定的提振作用 那么China 50指数呢 我们依旧是长期看涨 理由除此之外也很简单 就是资金没有地方去 钱去哪里才是未来我们需要持续关注的 我们都知道大家也认为 就是股价 尤其是海外的股市 像美国最近又创历史新高 澳洲的也创历史新高 那么这样的一个大环境背景下 恐高就会不自觉地在心里形成 恐高群细形成之后呢 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找拐点 转折点 那么我们认为在股票市场上 如果是未来股价可能发生下行风险 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关注三点 第一个呢 就是如果是发生这种信号 或者要产生这种预期了 往往央行和政府比我们普通人 要先知道这个消息 那么这个时候呢 央行和政府呢 就会频频讲话 维稳 说 哎 经济还不错 那么大家要注意啊 股市最近表现还是值得投资的 那么政府呢 频频讲话干预 给大家注入一剂 强心剂 那么这种时候呢 我们就要引起警惕了 就好比一个男生追女生的时候呢 而男生在这个时候呢 在囊中羞涩 没有太多的钱 那么他就会讲情话 写情诗 唱情歌 但是呢 最终就是不谈钱 所以呢 央行和政府也是这样 如果是降息降准都没有什么作用 货币贬值也没有作用 然后呢 刺激经济增长 降税啊等等 都没有作用了 那么政府呢 就不得不开始喊话了 因为该用的手段都用了 所以呢 到那个时候啊 我们的股市才会有重大的一个下行风险 那么在现在呢 澳洲政府 虽然还有少量的降息的手法还没有使用 但是呢 澳洲还可以继续印钱 高量化宽松 所以呢 目前央行手里还是有大把的牌可以去打 那么第二点呢 也是比较容易看到的 就是来自于民间的一个接地器的数据 叫做失业率 目前呢 我们知道西方国家的失业率水平啊 很低 已经是历年屡创新低 原因很简单 就是小企业比较多 尤其是美国的失业率数据非常好 非农就业人数指标也非常好 很简单 因为特朗普在此前呢 把企业税从百分之二十多 三十左右附近降到了百分之十五 那这样呢 会引发大量的小企业和创业浪潮 所以呢 在短期三年左右的时间里面 我们看到的就是失业率的数据 报表非常好看 但是呢 过了三年 我们知道 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企业 面临倒闭的风险 一旦产生这样的问题 失业率会激增 那么失业率激增的背后呢 就是小企业破产 债务产生危机 又是企业债 债务发生危机之后呢 会进而传递到啊 我们说的这个老百姓手里的钱 不安全 现在大家觉得很安全 是因为我们知道降息啊 大家银行钱不会放钱 但是呢 如果大家失业了 我们呢 还是要把钱放在银行的 对不对 因为我们没有安全感 没有一个稳定的未来可预知的收入 那么这个时候呢 股市上的资金就会大量的撤离 不管是散户还是机构的钱 那么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呢 就是政治性的行为 不管是选举新西兰也好 或者是美国也好 那么新西兰的选举呢 可能对海外投资啊 或者是在新西兰的投资家收资本利得税 一旦这个消息出来 对西方国家将会产生一个地震 金融市场上的地震 那么包括特朗普目前的选举呢 在过去美国也是经常会产生选举行情 所以呢 这一点大家也要去注意 所以呢 以上呢 我们就是给大家去提供了几个可以关注的股票和思路 那么一个呢是ELD 农业股 一个是CCP 收债催收的 那么这家公司呢 在过去几年的表现也是稳定增长的 从1314 15 16 一直到19年 每年的经济这个财务报表的数据 都是在稳定增长的 那么净利润呢 从在去年也做到了7000万澳币 这个金额还是比较不错的 因为对于这家金融公司来讲 最重要的就是一个稳定的现金流 那么在未来的一年时间里面 包括今年和明年 那么如果经济下滑 那么对于收债公司 讨债公司来讲 它获得的不良资产包的价格 买入价格将会更低 并且它的主营业务就是在澳洲和美国 所以呢 如果是它以两折的价格收购不良资产包 最后呢 要出来了四折的一个回款 那么它呢 净利润就会翻倍 所以这种公司呢 它的上升 资金 或者是回报率就会比较高 目前呢 股价也是从10块钱 16年的一个价格涨到了 现在33块钱 目前股价略有偏高 所以呢 大家可以持续关注 逢低 可以买入 那么以上呢 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支持 大家如果想要了解更多 拨打电话03-868-0603 也欢迎大家来公司 22楼600号波斯瑞 在墨尔本和悉尼我们目前都有办公室